高志願有三個特色的列車 叫做與土線三兄弟 我是大佬海洋堂Hobby Trade 為了慶祝海洋堂博物館開設 去年換了新設計 時光機作為主題 是不是好貨幻呢 我的車廂有恐龍造裝飾 還有整季海洋堂推出的扭蛋玩具 和製作逼真的手掌模型 好像筋肉人啊鬼太郎那樣 好受賊男歡迎的 我是二佬4萬10套Rocal Trade 有著名的列車設計師 水滑光潤自粗到的 此足舊式的載貨列車 用上Sharp性的鮮黃色 是不是好聰明呢 車上是開放式的 空氣流通 經過風景如畫的4萬10穿 好舒服的 我是三弟跌到Hobby Trade 今年3月才出生的 我呢 就仿照第一代零式新幹線而設計的 全新藍白色 最快的車速是每小時85公里 是全日本最慢的新幹線 我車裏面有不少火車模型家 有古董火車和新幹線 車上地板都是蒸氣火車的設計圖 還有4個舊式的新幹線座位 搭得到當然要拍照留念啦 想搭三兄弟 可以去到位於打井村站的海洋堂貨物館 地方窄疲了些 大開業3年以來 都吸引到24萬人次進來參觀的 館裏面展出多款海洋堂的出品 大大小小有個慢件 包括食玩、手掌、扭蛋等等 也有多款熟悉的日本動漫 好像新世紀福音戰士、鐵甲萬能核、 寵物小精力和近期Hit的食業妹妹 有時間還可以自己組出特別的場景 相距大約5分鐘距離 可以參觀河童館 建築物像像童話故事之中的城堡 館裏面還有多款河童公仔 造型得意生鬼 喜歡河童的一定要來呀 我們就先快去猜河童海洋堂 明明天